那最后呢就是要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,一定要多喝水,因为我们知道PM营养素呢,它的这个原理就是叫轻排补,所以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排,排出毒素,这三样东西啊都各似其指,大白呢是负责来补充营养的,小红呢是负责运输氧气的,那小白呢它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, 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细胞,以及排出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,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小白我们是要在晚上喝,因为这些排毒啊,还有这些清理修复呢都是要在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身体当中进行的,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快速的排出去,就需要我们喝大量的水,尤其是刚刚开始喝营养素的朋友, 在第一个星期,第二个星期一定要喝很多很多的白水,但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,很多朋友喜欢喝茶,有饮茶的习惯,那从早到晚可能一直都喝茶,这样是不行的,因为我们知道茶水其实它是利尿的,它并不是补充水分的, 所以您如果喜欢喝茶喝咖啡都没关系,您正常喝一天一杯两杯三杯都行,但是在此之外一定要补充纯的白水,喝的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呢,每天最好能够喝3000毫升的白水,第三个星期之后每天要保证2000毫升的饮水量,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代谢掉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, 我的朋友喝下去呢会有排水肿啊减肥这样的效果,你会发现你白天水喝的越多,你这个水肿排的越快,体重呢也就掉的越大,好的,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,就是我们在引用这个PM营养素的时候呢,一些正确的方法,认认真真做到这些呢,就可以避免我们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,错误的方法而来影响产品的功效, 不然的话呢,我们钱都浪费掉了,也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,好的,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,我是小默,拜拜